市场都会解读 或者预期联储局都部署收水 但是美股连续三天创新高 还有到了这一刻 有货的投资者 你会建议他们继续放止咬 还是说减一下磅呢 我们可以分几个层次去解释 首先在联储局里面 就是减买债这一件事 其实市场也比较充分地预期了 而我们根据现在 我相信过了今次的议息会议之后 我相信那个点阵图 都会显示是最早都要去到 夏年大概六至七月 都才会正式去加息 而且是加息来说 其实我也很坚信 到正式加息周期元件为止 其实加息的利率也是不会多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加息 其实最主要来说可能有两件事 第一来说稍微是压抑通胀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通胀 在那边也相对比较高 虽然其实联储局都会很坚持 这个通胀其实都是一个周期性 或者是比较短暂的 是因为供求失衡而出现一个短暂的情况 而第二就是可能要维持相对 美金来说可能要强势一点 因为近期美金相对长期来说 都是比较偏弱一点 如果其他外围的国家 可能开始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 如果美国这边还不加的话 其实相对货位现在的确势是没有那么强 但是另外一边说 这个就是说在美股方面的强势 是有两个重点是可以支持到的 第一就是说有相多部分的企业盈利的公布 都是比较短暂的 就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我们看到一些在很多人的直觉心目中 已经是很庞大的企业 比如说好像是Bicosoft 或者是Google 这些这么大体量的公司 他们的营收的增长是可以去到40%至50% 所以完全是打败了其他所谓发展得比较快的市场 例如说是中国的所谓市场 而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近期是可以推升到美股 还是好像是巧合也好 或者是故意也好 都其实是有个天功造美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十年期的国债 现在是冲高完之后 是有一个短暂的回落 因为如果债息是可以冲到 其实譬如说一些比较心理的重大关口 就是那些人一看到 这个价位他们就会有些畏惧了 譬如说是1.8厘 甚至就是2厘 都是使市场会比较恐惧的重大心理关口 但是我们看到十年期国债 明明下年即将是 已经是近乎一定加息的情况之下 它是刚刚去到1.7厘 它就立刻是有一天 单日急跌 就跌了百多点 就跌到1.59厘 现在这一刻就进一步跌到1.5厘 那应该是这样的水平 就令到市场的惊恐情绪 就变成暂时消失了 回到之前我说了业绩理想的角度 所以就形成美股推升的重大的动力 是的 好 总讨厌